共关当下娱乐圈 出现群潮 甚至全面体制明星不在少数 先说说女明星 刚刚出道的景田 依附着背后的资本挤进娱乐圈 合作的演员孙虎雷 周润发 谢霆锋 称龙 都是娱乐圈想当当的人物 但因为演技差 一直被吐槽 景田的办法就是 既然高高在上 大家不喜欢 那我就落住凡间 接连输出接地气的视频 而且还有网剧的口碑加持 景田走出了自己的路 之后男明星就更有趣了 TFBOYS 蔡徐坤 肖战 成了很多网友吐槽的对象 无论是介于当时的演员涵养底蕴 还是资本的炒作 都被争论不休 但与今天我们说的这位演员不同的是 这些人还是会有死忠分 一直不停的出走呐喊 而且大多数都走出了争议 走出了自己的光辉道路 但今天提到刘厚存就不一样了 刘厚存出造级电风 首度合作就是国师张艺某的大戏 一秒钟 虽然影片没有引起反响 但是新一阵某女郎的头鞋 给了刘厚存很多价值 一秒钟这部电影 我是在影院看的 刘厚存给人的感觉就是很纯真 很简单 这很符合一个初出茅庐女孩子的特性 也是张艺某公布猛女郎后不让她接戏的原因 又让她保持那种初心 之后资本开始瞄准这位刚刚出道的猛女郎 成为了送你一朵小红花的女主 这部电影是寒言计划的抗埃三风雪的第二部 寒言的套路是当红小花加上男神 滚蛋吧 种路军就是如此 白尾河加吴彦祖这里换成刘厚存加一样千玺 属于年轻人的抗埃之路 其实这里还好 毕竟刘厚存年龄适合 而且表现的还不错 但也是从这部电影开始成了刘厚存的分水岭 那时候大家都注意到这个小花 感觉他也许未来可期 可是在一段采访之后 他就暴露了低轻伤的一面 开始录音有点下坡路阶段 在采访时直言自己是天赋型演员 张艺和一样千玺都很努力 而且在举例的时候 很多问题磕磕板板 这是无误 经纪人也是很不懂事了 这都不会骄吗 不会说的不说 不能说的也不说 感觉很有可能是资本 浇惯了这位魔女狼 让他忘乎所以了 之后还被拔出年龄造假 98年改成00年 当然这不是最主要的 又让刘厚存到达全民抵制的是 他的父母开设的陪军班 意外造成学员终生残疾 其实对于明星和父母来说 这个事情还是很好解决的 尤其是刘厚存背后资本羞 我们可以说 刘厚存可以这样来 父母非常道歉 会尽量赔偿 甚至是抚养 之后刘厚存发生身表遗憾 自己也会关注这个事的 毕竟自己是舞蹈出身 表示会跟家人一同称单 之后在花家前 给受害家属堵住嘴 这个事情慢慢慢慢 就已经降温下去了 在资本世界就很简单 但很无脑的是 父母无所谓 刘厚存一声不吭 结果闹上了法庭 也许他们都认为 互联网的记忆是很短暂的吧 而最恶心的是 在之后刘厚存还参加了残疾人晚会 我可以理解 你是为了晚会以前的形象 但是你倒是表个态呀 这不跟分头蹦迪 一样可恶吗 在我们的底线上疯狂摸擦 就这样刘厚存成了全民攻击 路人员进食 虽然之上 二度和张一谋合作 要知道这个机会比较优质 纵看某女郎 只有拱励张子佑一张的机会 不等于还是夺得影后 才来二度合作 而且定档日期还悬而未决 在去年 金金匠资本再度操作 只是公布了迎户提名 百科就迫不及待的改成 金金奖最佳女主角获得者 很显然已经内定了 但网友被问完仗 一度的吐槽加攻击 让资本和主办方压力巨大 之后只能做出妥协 进行了让步 影后给了张晓斐刘浩存 登台唱歌 今年上岸的四海 也是因为刘浩存的存在 票房不理想 不过 这个我要为刘浩存说句公道话 虽然他在本片演技 确实不怎么样 但是有多少人 因为他躲过了这部烂片呀 为我们省了钱呢 最难过的应该是张艺谋 本身狙击手跟水门交对类 就削着市场 结果很多人还说 李妙刘浩存再次被抵制 一谋真的一谋了 但我感觉 这个应该是有人 故意谋和狙击手的吧 毕竟演员表都不堪的吗 今天年末 刘浩存的龙马精神也定等了 不得不说 我们多看不上他 他就有多嚣张 知道不爱看 却一直在我们眼前蹦的 抵制刘浩存 说到底就是民众对资本的不满 对娱乐圈内部激进化的不满 但如果撇开刘浩存的话 资本还在 没有办法 进化发展了这么久的内浴圈 还没有完成自如进化 是一个很病态的表象 天一王值 必见狂值 内浴圈原来的转 既有多久 我们不得而知 但我们可以决定 我们喜欢什么 讨厌什么 有什么的观众 就决定有什么的电影 希望大家共勉之